我們來看 平移跟對稱 那多項式或者是任何函數的平移 其實它的概念都是相同的 就是如果我們圖形在做平移的時候我們考慮兩個方向 水平方向跟牽直方向的平移 那如果圖形呢 函數圖形或者是方程式圖形在水平方向 平移h個單位 那我們一般呢我們只要在這個函數的變數x 把它修改成x-h 那在牽直方向平移k個單位我們就把 這個y 就是變數y改成 y-k就可以了 好那一般的這個形式其實都可以喔 不管是函數或是多項式 它其實都可以 做這個動作 那只是如果我們今天考慮的如果是 函數y等於f 那f他如果要去做 比如說往右 往右平移h個單位往上平移 k個單位或是說水平方向h 牽直方向k 好那我們我們會 把它改成 y-k等於f-h 就是x變成s-h y變成y-k 好可以變成這個形式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 比較強調的是函數本身 那函數會 寫成 y等於f-x y等於g-x 這種形式 就是y等於什麼什麼的形式 的話 那y-k 這個部分 y-k等於什麼我們就把它移向 移成 這個 y等於f x-h 然後再加k 就只是做移向的動作 讓它的形式變成 還是y等於f s的樣子 這樣 好這個就是 我一般的平移 那 在平移這個 這些 有很多例子 在國三的時候呢 其實就有二次函數圖形 那二次函數圖形 如果同學還有印象的話 它其實就是在 y等於as平方 這種二次單向函數 的圖形 那我們一開始當然都是先控制 A的正負號啊 考慮它開口向上或向下 那還有 A的大小 就是它的 A的絕對值的大小就是 考慮它的開口大小 這個部分 那 因為y等於as平方的頂點都是在 原點00的位置 如果我們把 這個二次函數y等於as平方 平移 水平方向平移h單位 切直方向平移k個單位 那我們在 國中的時候就會說它的頂點位置 其實就從001到hk 那函數呢就會變成 y等於a乘以 括號 x-h 的平方 然後再加k 然後會 把它顯成這個樣子 那這個東西其實就跟 我們前面講的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平移的概念 就是y-k會等於 f 括號 x-h 的這個樣子是一樣的 它的概念是相同的 那還有一個例子是 在我們直線語言的 單元裡面呢 那個 如果圓方程式 它圓的 圓心是在 座標圓點00的位置 半徑是r 那 把這個一樣大小的圓 圓心改在hk 的位置 那大小不變 那它的圓方程式就變成 x-h的平方加上y-k的平方 等於r平方 好那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圓方程式呢 一般我們都是說它是距離的概念 就是 圓上 圓周上的 點xy 它到圓心hk的距離 會等於半徑r 然後我們在這個等號的左右兩邊平方 就可以得到這個式子 但是我們也可以把它想成說它就是 把整個圓 圓心在 座標圓點00的位置 然後把它平移到hk的這個位置 那它的概念就是 x變成s-h y變成y-k 那其他的形式都不變 所以這個也可以把它想成說它就是平移的概念 那我們如果是 多向式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像這個圖形裡面它就有 兩個一模一樣的 函數圖形只是它的位置不太一樣 以圖形的概念來看它其實看得出來就是 其實就是做平移的 動作 那藍色的函數呢它是一個 y等於x3次方加2s平方 減3x 加4 的這個三次函數 好那 這個右下角紅色的圖形呢 它右下角的概念就是往右嘛 往下 所以就是右下 那它 它的 平移的量是多少呢 如果我們從函數 的 這個 樣子來寫 來看 它是y等於括號s-2的平方 減掉兩倍的括號s-2的 喔對不起 它是y等於s-2的三次方 減掉兩倍的括號s-2的平方 減3乘s-2 它就是把上面藍色的函數x變成s-2 所以它的水平方向的平移就是 往右移兩個單位 那最後那個常數 就是 這個 這是往右平移兩個單位 好那最後那個常數 加4 然後到 紅色這邊呢 它那個後面就沒有了 所以就是加4變成加0 加4變加0呢 其實就是 呃 在 這個k的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說平移k的這個部分呢 它就往下了 往下 平移四個單位 好所以它就會變成 紅色這個圖形 好所以就是往右 2往下4 就可以看到它的 對應的 這個位置 好那另外一個是對稱 呃我們這邊的對稱其實 它的比較簡單啦就是 就是一般對於兩個函數圖形 對稱於x軸 或是對稱於y軸 以及對稱於直線y等於x 這三種對稱的形式 好那 兩個函數y等於f of face 跟y等於g of face 如果對稱於x軸 好我們以這個例子來看 假設藍色的 函數是y等於f of x 那紅色的函數是y等於g of x 這兩個函數圖形 對稱於 x軸 那就表示 呃如果 它的點 如果那個 這兩個 呃藍色函數圖形的 點 af of a 跟紅色圖形的點 a g of a 這兩個是對稱點的時候 他們的對稱的位置是上下的位置 一個在 水平面上方 一個在下方 就是x軸上方 跟x軸下方 好那 所以他們的x軸標都是a 當他們的x軸標都是a 它的函數 所對應的函數 高度 f of a 跟g of a 就是 相反數 一個是正的 一個是負的 好所以我們就有這個g of a 會等於 負的f of a的 這個式子 那因為這個a呢是我們 任意取的a 就是我們在這個 定義域裡面任意取的a 所以 我這個a就可以把它寫成 一般的變數x 所以就有g of x 等於負的f of x 好所以這個是對稱於 x軸的兩個函數圖形 它的關係 就是 g of x等於負的f of x x 那如果是對稱於y軸呢 如果 函數f跟g對稱於y軸 那它就是在 同樣高度的位置的時候它的 水平位置呢是在 就是一個正一個負 就是對稱於y軸的概念 所以如果我今天在 y等於g of x的函數圖形上找一個點 a g of a 那 它的對稱點呢就會是 這個 負 a 然後帶到函數f of x裡面就是 y軸就是f of 負 a 所以 這兩個點 a g of a跟負 a f of負 a 它們是對稱的 好就是這兩個點對稱於y軸 那因為它是對稱於y軸 所以它的函數高度 函數 值的 這個部分 g of a跟 f of負 a 是一樣的 就是 所以我們就有這個g of a等於 f of負 a 好那對於所有的a都會成立 對於所有的這個 在定義域裡面的a 在g的定義域裡面的a都會成立 好那因為 是對於任意的a 所以我就可以把a 寫成一般的變數x 所以我就有g of x 等於f of負 x 好所以這是對稱於y軸 對稱於y軸的 兩個圖形它的關係 兩個函數它的關係就是 g of x等於f of負 x 那如果對稱於 y等於x這條斜直線呢 這邊比較特別就是說 如果今天一開始的函數 像藍色這個函數如果是y等於f of x 它對稱於斜直線之後 它不一定會變成函數 就是它對稱過去之後的這個紅色圖形 這紅色圖形 裡面的這個sy呢 y不一定是x的函數 像以這個圖來看的話 它一個s 它有可能有一個s對應到兩個或三個的 那個y坐標 所以它就不是函數的樣子 所以我們只能把s跟y的關係式寫出來 或者說s跟y的方程式寫出來 那它的概念其實也 不難 譬如說像 我在y等於f of x上面找到一個點 ab 那它對應的 這個s坐標是a y坐標是b 當它對稱到 以y等於s去做對稱的時候 它的對稱點 ab的對稱點 這個a'b' 它就會是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它的 跟y軸的距離 就是a'b'跟y軸的距離 還有這個ab跟s軸的距離其實是一樣的 因為它們對稱於y等於x 好那一樣它們 一個對應到 它一個跟s軸距離一個跟y軸距離一樣 然後跟s軸距離跟y軸距離也會 就是也是一樣顛倒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有這個 這個 a跟 b 它還有a'b'的關係就是 a'等於b b'等於a 換句話說就是它們的s坐標跟y坐標 是顛倒的 它們的s坐標y坐標是顛倒的 所以 兩個 兩個圖形 它們的 不一定是函數 就兩個圖形 它如果對稱於y等於x呢 其實就是把它們的變數s跟y 交換 就可以得到 這兩個 新圖形的 sy的關係式 好那我們來看 這個平移的例子 這裡 f等於2s平方 減 8x加6 和g等於2s平方 加a x加b 這兩個圖形 都和直線l相切 那直線l的斜率是4 而且兩個 函數f跟g的 圖形的頂點 兩個拋物線的頂點 距離是5 那要求a跟b 那首先呢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在 這兩個 二次函數 它的首項係數 都是2 所以表示說他們兩個 這兩個二次函數的 開口都是向上 而且開口大小是一樣的 好那所以 他們兩個 的關係其實就只是 只是位置不同 圖形的 樣貌都相同 只是他們的 擺放的位置不太一樣 那而且呢他們都跟同一條直線相切 好所以我 可以畫出像類似像這樣子的圖形 好那 這個圖形 就是l的斜率是4 l的斜率是4 下面就是4 那這兩個 這兩個 呃泡物線呢 不一定說誰是f 誰是g 有可能是上面的是f下面的是g 那也有可能 相反反過來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就題目的 部分呢告訴我們說 呃 呃他們 都跟同一個 都跟 呃就是他們的開口都一樣 而且跟l相切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它想成呢 是 譬如說是下面這個 二次元素 泡物線 好他去做一個 平移 那平移有點像是複製貼上的這個 動作 只是我貼到哪裡去 貼到 貼到這個右上方的這個位置 那當然也有可能是反過來的 就是 也有可能是f 假設f是上面的 那我就是 往這個左下角的 左下方的方向去做複製貼上 就是做平移 好所以我們可以把平移想成它就是複製貼上的動作 好那既然是複製貼上呢 就表示說而且它的複製貼上就是整塊一模一樣的動作一模一樣的 區塊的去做 去做平移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說那切點 切點它平移的這個量 和這個頂點平移的量 其實是一樣的 好就是切點 兩個切點跟兩個頂點他們 平移的 這個 整個過程的其實是相同的 那我們又知道 有兩個訊息一個是 兩個 拋物線頂點的距離會等於5 兩個拋物線距離等於5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說那兩個切點距離應該要等於5 好那另外一個訊息是 這兩個 拋物線都 都共同和直線L相切 所以他們的公切線L的斜率4分之4的時候呢 我就可以知道我用這兩個切點的 這兩個切點 的這個斜率呢 就是水平位移跟牽制位移的一個 我就可以說一個3K一個是4K 好那可是他們兩個距離又是5 所以我當然知道K就是1 就是3比4比5的 這個直角三角形 所以 我就可以曉得說 所以他們的那個水平位移跟牽制位移都是 都是 就是一個3一個4 所以他們的 他們的平移的 樣貌就是水平方向平移3 牽制方向平移4 好那只是 是左右平移還是上下平移 我們就要考慮一下 所以Y等G of x呢 我可以把它想像說 它有可能是 F of x的圖形呢 往右平移3格 往上平移4格 那也有可能是另外一個 就是 反過來 它有可能是往左平移3格 往下平移4格 就這兩種情況都有可能 好那 所以我們就 用這個平移的概念來看 我們先把F of x寫出來 F of x等於2s平方 減8s加6 那我如果去做配方 我可以知道它的頂點是在2-2的位置 那如果 G的圖形如果是F的圖形 向右平移3 向上平移4的話 假設它是向右平移3向上平移4 那我們就要把這個 F的這個部分呢 它的頂點的位置要 往 往右3嘛 所以要減3 然後往上4呢 所以整個函數要再加4 所以就可以變成 這個 2倍的s-2再-3的平方 然後-2再加4 那我們整理一下呢 就可以得到 這個G of x就是2s平方-20x 加52 好這個是 第一種情形 那另外一種情形是 G of x是把F of x的圖形呢 向左3向下4 好那向左3向下4 那就是 向左3就是要再加3 向下4就是整個函數要減4 好所以我們整理一下呢 就可以得到 G of x也有可能是 2倍的s平方 加4x減4 好那所以 呃如果 訊息是這樣的話就是 具有兩種可能 不過題目呢有講到 最後有講到這個 B大於0 就是它求A跟B嘛 但它有提到說 B大於0 所以 呃 B大於0我們對 可以印一下B是那個 G of x的常數項 那它常數項是要正的 所以下面這種情形是不合的 好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 我們這邊要求的A呢應該是-20 B應該是52 好我們再看 下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其實也是差不多 是兩個也是兩個二次函數 好只是它在這裡呢 第一個二次函數 三方加2s加3 這也是知道的 這兩個函數都是知道的 那 不知道東西是什麼呢是 呃 第一個函數跟L相切 好那 第二個函數跟L'相切 那L和L'是平行的 在這裡它有講 L和L'是平行的 那 呃可是他們的 他們的函數是什麼不曉得 但是我們知道第一個切點 所以 我們 首先看到就是兩個 二次函數一樣 手向係數 都是一樣都是1 好所以就是開口向上 而且兩個開口大小一樣 所以他們就是在 位置不同而已 就是做平移 好所以我們可以 呃 先整理一下 就是y等s平方-4s 加3呢 它的頂點 是在2 -1的位置 好那 y等s平方加2s加3 就是第二個函數 配方之後 可以知道它的頂點是在-1 2的位置 好所以 頂點v跟v' 知道了 好那我們就可以 而且都是開口向上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呃這兩個函數 γ跟γ 把它畫出來 好那 γ的 呃跟直線L 相切於4 所以我們 我們也可以把這個部分呢 就是 比較容易的畫出來 就是在 γ的部分 它裡面 整個體幹裡面提供了訊息 γ γ的圖形 知道了 然後頂點 算出來了 然後有一個切點43 和 呃這個 這個切線L 好就可以畫出來 好那我們就知道γ'呢 呃它其實就是 平移嘛 那怎麼平移呢 就從 就以頂點來看 它從2-1平移到v' 所以就是向左 平移三個單位向上平移三個單位 所以它就是做一個平移的動作 好那 呃我們就可以把整塊 整個部分一起做平移 包括切線 好因為我們知道這個切線 隨著它一起平移之後 得到這個L'呢 就是跟L 是平行的 好根體幹也要的這個L' 與L平行這個是 這個是一樣的 好那切點呢是A 好 好切點是A 那 所以我們就 我們就可以從這裡就可以看到 就是 頂點做 一樣的平移動作 跟切點做 做的動作也會一樣 所以它平移的 這個方向都一樣 好所以我們就 在這裡我們就可以 很快就用向亮的想法來做就好了 假設呢 這個A點呢是xy 那B點是43 就是 這個 γ跟L的相切的這個切點 是43 好那我們就用BA向量跟vv'向量一樣 這個向量 所以就是x-4 y-3這個向量和vv'向量是 負1-2 然後2-負1 所以就是負3-3 好所以整理一下 這個x呢就是 負3加4等於1 y就是 3加3等於6所以 這A點的坐標就是16 好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 這題的答案 A點坐標就是16 6 好那 最後一個例題 是對稱於y軸 第三小題 h跟y等於3s-4 對稱於直線 y等於x 好那 都是y等於3s-4嘛 所以我們就把圖形畫出來 黑色這條直線呢 就是y等於3s-4 那跟x軸對稱的話 跟x軸對稱 那就是 應該是藍色這一個 這個圖形 藍色這條直線就是 f of x 它跟 黑色的圖形是對稱於x軸 然後再來對稱於y軸是g of x 應該就是綠色這條直線 好那這邊有一個虛線呢 斜斜的虛線就是 直線y的x 好那它要 黑色的 直線要跟 要對稱於這個虛線y等於x 是h所以h應該是紫色這一條 y等於h of x是紫色這一條直線 好在圖形上我們可以直接畫出來 就是很直觀的看出來 好那我們 在代數上怎麼去操作 怎麼去寫這個f跟g跟h呢 好首先我們可以 看到 我們就假設這個f of x上的有任意一個點 是ab 好那f of x呢 它跟y等於3s減4 對稱於x軸 所以 它對稱於x軸 的意思就是說 當我同樣的x坐標的時候 它的高度一個是在上面 在一時候上方一個在一時候下方 這叫對稱於x軸 所以如果ab是在y等於f of x上 那a-b 就會在y等於3x 減4 這條直線上 好那y等於 3s減4上面的這個點a-b 我把它帶進去 就可以 得到-b等於3a減4 那因為這個a跟b是我們任意取的 就是在函數上面 找的這個點 所以 這個ab其實就是 s跟y的 這個關係式 所以我們就可以 把這個 a呢 用s坐標表示 然後b呢用y坐標表示 所以 這個-b等於3a減4 寫成b等於-3a加4 那就可以再把它換成 這個y等於-3x加4 好所以這個就是f of x 所以f of x就是-3s加4 好那一樣的做法呢我們就去 找g of x 我們假設ab是在y等於g of x上 好那y等於g of x跟 y等於3s減4對稱於y軸 所以 ab的對稱點呢 就是-ab 好所以-ab呢就會在y等於3s減4上 好所以就把-ab帶到 y等於3s減4 就可以得到b等於-3a減4 好那因為a跟b一樣就是一個是 我把a當作s坐標 b當作y坐標 好所以我們就會有這個 y等於-3s減4 那也就是說g of x呢 可以寫成-3x減4 好所以這是 對稱於y軸 好 那在第3個 h of x y等於h of x要對 要跟這個y等於3s減4對稱於 直線y等於x 好所以 這個ab 在如果是在 點ab如果是在y等於h of x上 他跟 f of x要對稱於y等於x 所以 就是x坐標和y坐標對調 所以ba 就會在y等於3s減4上 好再把它帶入 得到 a等於3b減4 a等於3b減4 那一項之後呢可以 呃 就是我們我們可以 這個a跟b就是x跟y 所以就是x等於3y減4 那我們一項之後就可以得到 得到這個y 會等於3分之1x加3分之4 那也就是說h of x 就是3分之1x加3分之4 好所以 我們 得到h of x跟就 呃跟這個y等於3s減4 對稱於 y等於x 它的h的函數就是長這樣子 OK好那我們就講到這裡 Uf 頂了 3b減4 1b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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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b減4 1b減4